歡迎大家回來第109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按下小鈴鐺 另外留言給我們 Like 和 Share 也可以追蹤我本人和 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的專頁 我們可以在那裏作出更多的交流 另外 現在才會提醒大家 我們這個節目分兩節 完了第一節 其實還有第二節 第二節大家可以在Youtube 順著我們 只要有電影專頁就可以找到第二節 第二節的網址 又或者是Facebook 裏面那兩個專頁都有 兩節的網址 今集回來 我們想說什麼呢 我其實是 因為現在有一套新戲在做 都很空洞 而且似乎評論是相當相當好 比我們上次說的那個奇異旅合玩夠宇宙 是更好一點的 賣座程度也是不枉多樣 甚至應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這套戲就是現在上映的 就是《壯志靈魂獨行盒》 就是《Top Gun Maverick》 但是我又不是很想說這套新戲 一來很落後 我還未看 但是很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反而是他的第一集 因為一來都想著會看的 所以重溫一下第一集 二來在Facebook也好 其他的媒體也好 甚至是台灣的媒體 美國的媒體等等 看到整個的現象 我覺得都很有趣 所以我想講一講 由《Top Gun》開始講起 就是第一集開始講起 《Top Gun》是1986年的電影 距離現在已經36年了 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是電影史上高 相隔得最久的一個續集 但是我都覺得他都要有勇氣的 因為特別是續集可以說是捧紅了 就是Tom Crusoe 當然他做這個電影很年輕 經過了36年 這個電影如果拍續集 只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在題材上高 或者故事上高 甚至不是在故事直接 要在題材上高 就是講海軍的空軍訓練 這個主題上高 這個題材上高去著墨 而是發展另外一個故事 《Top Gun》等於電影 只不過是去訓練這一班飛行員的 一個所謂的《elitist school》 就是一個精英的學校 你可以講很多東西都可以了 另外當然就是一定要吃著一條水 就是繼續講Tom Cruise的故事 在這方面又可以做另外一個發展 Tom Cruise變成陪親 就講新人的故事 但是我相信這件事 Tom Cruise死也不肯 也很可能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擁有電影的 一些的版權 或者是話事的權利 但是anyway 那個報道一直都說 雖然電影公司很想 還有這個製片 Jerry Burkenheimer 一直都很想拍續集 因為是一條水路 就算拍得不好 怎麼都會買座 而且不單止買座 他怎麼都會帶起第一集 又可以重新又再有新的利潤 所以一直都想拍的 但是每一次問Tom Cruise Tom Cruise都不肯拍 甚至其實電影很賣藏沒有多久 Tom Cruise已經公開說過 就是他堅決不肯拍這部電影的續集 特別是Top Gun 裡面頭那一場 和拉美那一場的空戰 其實都是牽涉到美國的一個對象 一個敵人的對象 都是一個小規模的一個對象 都是一個小規模的對象 都是一個小規模的對象 就是海軍的飛行員的形象 是美化得很厲害 事實上他在後來 其實這個戲沒有多久 他亦都和Oliver Stone 拍了一部電影 就是生於7月4日 那一部電影就是很強烈很強烈的 是一個反越戰的電影 亦都是可能因為基於這些信念 所以他這麼多年來 他一直都是say no say no 直到現在 即是60歲人了 他終於ok了 當然他的理由就是 劇本很好 又或者是他找到一個方法 而且他覺得這個戲 應該都不是擺在戰爭上高 而是擺在重點就是 就是他飾演maverick這個人物 和他的同僚 叫做goose 兒子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在第一集裏面 其實是因為他的獨行獨斷 他的衝動 所以令到他一個很好的partner 就是goose 結果就是死了 在一次的訓練裏面死了 所以他很內疚 而這個goose 就有個小孩 有個兒子 所以他就覺得 如果一個續集可以說這段關係 他就肯拍了 但我私以這個也是一個藉口 因為這件事很明顯 真的很容易想的 Rocky已經是 已經拍過了一次 拍過自己和自己的兒子 或者拍過和蘇聯的敵人的兒子 在這幾十年之間 當然他有一個品牌是很成功建立的 就是Mission Impossible 那部電影一直拍 已經拍到第七、第八集了 所以對他來說 逐集已經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他需要去抗拒的一件事 也都是坦白說 到今時今日的他如果他真的依然 是可以在top gun裏面延續 甚至是重拾 他在top gun裏面那一種英雄的形象 他已經可以說贏了 Anyway 當然這件事我未看 因為新片我未看 我這樣說可能武斷了一些 但為什麼想說top gun呢 其實top gun86年的時候 我都很年輕 我剛剛30歲 我有看 但我記得我看那個電影 我不是很像我的朋友 同輩的朋友 那麼喜歡這部電影 當然Tom Cruise很英俊 我又不是覺得他英俊得那麼厲害 反而我覺得他這個電影 因為我覺得Tom Cruise特別在top gun裏面笑起來 當然他那個是很招牌的笑 但其實我覺得他笑 他不笑是比笑好看的 因為他笑起來 他那些牙 露了牙肉 我覺得有時候他的笑是太大的 但當然這是很subjective的看法 當然他的戲裏面 戴了這個Ray Ban的眼鏡 整身的制服 是很有型的 但是他即使今天翻看 我覺得他那種pose 很多人 over the years 不斷有人說他 將他和我們劉德華比較 我覺得那個比較 完全是合適的 就是因為他那種pose很自覺 而且很明顯 他是在拋味龍眼中 我覺得 向觀眾也好 向戲裏面的人物也好 他是很自覺於自己的體拍 很自覺於自己的容貌 很自覺於自己的所謂迷人的氣質 這件事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有點難頂的 但是另一件事 你說我敏感也好 基於自己的因素也好 我看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我有少少的反感 那個反感在哪裏呢 就是我看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戲其實是 是很homo erotic 就是我們經常用這個字 就是很多同性戀的符號 以及很刻意地去flirt 去挑逗 就是那個同性戀的情慾 就是那件事我覺得是很明顯的 那時候特別是戲裏面 就是那個在沙灘打排球的那一場 不過這一場呢 很有趣 我這次回看 我覺得這場戲不是最明顯的 反而這場戲的那個 那個印象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也可能因為我 那時候年輕 引起那種 所謂homo erotic的感覺 是沒有比我第一次看那麼強烈的 但是我第一次看整個戲 我都覺得是 這個戲其實是說什麼 我有少少迷惑的 因為這部戲 當然其中一條愛情線就是 Tom Cruise和這個 Kelly McGillis 就是那個女軍官 就是她的上司 就是那個愛情的關係 那戲的結束 事實上也是兩個人 就是重新走在一起的 但是我這次看很有趣 就是他們沒有kiss的 dola me 就在快要想kiss的時候就完了 雖然他們第一次那個 真真正正正 趴著的那件事 是一個kiss的 但是anyway 我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我是 我是有點疑惑 甚至我覺得 為什麼在一個主流的電影裡 你也可以說那一種是暗道陳倉的 但是我那時候的人 是比較直率 覺得很多事情都需要 可以說得清楚一點的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 暗道陳倉的 那種說法 那種表達的方法 所以我就覺得 有少少 annoying 有少少懊怒 覺得這個戲 真的很不誠實 那個戲好像 有少少閃閃縮縮 這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over the years 一直有這樣的 這樣的記憶 所以今次 今次 逐集的時候 我看 預告片 又看到 Top Cruz 那種形象 不過我看預告片的時候 覺得很多時候 可能因為年紀 很多時候都要逆光拍他 不是看得很清楚 他的臉口 或者怎樣 但是他依然都要 埋龍那種 很男性 很肌肉 那些形象 但是更有趣的 就是那個 坊間的反應 就是對逐集 而引帶起他們所謂 對第一集的情懷的反應 那這是一個什麼的反應呢 我們留下第二節 繼續再談 大家可以記住 就是 按那個link 就去看第二節 你們可以回去 只要有電影的網頁 Facebook的網頁 或者YouTube的網頁 就可以找到下一節的link